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分不清在现场到底该跟哪个导演去交流 六个导演凑在一块 然后我发现导演们在一块碰撞那个想法的时候 那个感觉还蛮有趣的 其实之前自己没有经历过 也没有就是相处过 说那么多位导演一起同框 今天是体验到了 我觉得还好 因为其实导演们也有在演戏 一action过后 就是身份可能切换为大家都是演员了 大家都是就是同事了 所以就还好 但如果是他们都不参演 都在监视器那坐着的话 那肯定的压力就大死了 对 当然那边演六位导演坐在那看着你演 那蛮吓人的 我的状态可能相对来说会很放松一些 而且温导其实也很照顾我 其实现场也也是六位导演 他们顾全大学这个事情 就是可以让我完全信任他们 然后完全放心的去 就是自己去琢磨自己的表演就好了 应该是今天的摄影老师 大山导演 因为一镜到底其实要做到去和摄影摄影师一个就是比较默契的一个配合 也需要反复的一个练习 今天和徐磊导演的这个沟通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多 因为就我们俩是有对手戏有台词的 对 然后在这个对手戏其实看似只有那么一两句话 但是那个状态摸索了很久 也可以思考了很久 到底演员和导演这两人是一个就是好朋友的关系啊 还是说这个上下集会很明显啊 就会做了很多这样的这些思考 交流的也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 第一次跟导演交流的时候 导演问我喜欢什么样的电影 想尝试什么样的风格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想演一个西装暴徒 就演一个就那种很有劲的 然后就是可能皮皮的坏坏的 最好是能有什么枪战什么什么的 就把我想尝试那种电影角色 这种风格就告诉他了 然后他可能记下来了 满足了我一个这样小小的心愿吧 今天这个路数我觉得和我以往看到的那些 就是那个形象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就是但今天是过了一把小影 就日后有机会还是想真正的去过一次 可能一开始我们的这个沟通上 我的那个角色处境 他可能还是一个就是说刚刚踏入这一行 在导演面前可能还会就是非常紧张 比较射触的状态 然后其实一开始上去询问导演效果的时候 其实自己是比较那种紧张的 害怕忐忑的那种 然后其实后来我们演完几条这种状态过后 导演就跟我沟通说 我们其实可以调整一下其他的状态来试一下 所以说你就演你自己在现场的那种状态 就是比较积极一点的 比较外放一点的 其实两种方向都有尝试 但当然我们后面讨论是觉得 后面的那个比较积极向上的这个方向 是能和前面形成一个更大的反差 然后也觉得那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观感上可以这么理解吧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一个说对自己的工作 对自己这份职业的一个非常认真 非常尊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态度的传递 而且其实在我在最后那一段戏里面的那个感受 其实确实生活中自己在剧组的工作状态 也有也有实惠是这样的状态 所以那段的表演其实给我的感受 是更多的是在和自己对话的那种感觉 所以那个感觉还对我来说还蛮不错的 可能一开始会认识的会浅一些 就是可能对这个工作的没那么了解 随着这五年的工作经历和越来越了解自己的工作 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工作过后 其实就是会认识的比较更深深刻一些 更加赋予责任感一些 然后更加明白我们要去传递的是什么 去塑造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就可能这些东西会是慢慢慢慢逐步逐步的加深的 但是我觉得对于演员的这个初衷和初心 我觉得是一直没有变过的 我觉得就是要踏踏实实好好演戏 作为一个就是大家能认可的演员 如果说个人偏好和想法的话 就像之前说的想演这种西装暴徒 一个迷人的反派角色 其实真的从那个大局观出发 或者是从就是演员这个角度出发 我觉得只要是角色它是丰满立体的 对这个角色成长也描写的非常就是过硬的这样的剧本 我就是很愿意去尝试的生日快乐 祝这个催眠表演生日快乐 然后也祝愿催眠表演 也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的好的作品